不满蔡总统过境美国与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解放军连续三天进行环台军演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美国密切关注相关情势 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部署不受影响 美国跟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如期举行 法国总统马克宏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后受访表示 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陷入不属于他们的危机之中 这将妨碍欧洲的战略自主 认为欧洲国家必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避免被卷入因为台湾而起的美中冲突 科比表示美国对美法双边关系有信心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则抨击 如果要说不卷入不属于自己的冲突 美国也该考虑是不是不需要处理乌克兰情势 去年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 中国中断和美国的军事对话以及气候变迁对话 有报道指出过去几天中国拒绝和美国五角大厦 针对台海情势通话 科比表示无法证实相关报道 而总统拜登期待在适当的时候和习近平通话 TVBS新闻黄松浦宁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